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人口问题。就比如像印度这样的国家。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。然而,他们的人口接近于中国的人口数目。这么多的人口数量。使得莫迪不得不一再提醒印度人,一定要少生孩。虽然印度粮食够吃。但是人口过多会给印度的经济严重拖后腿。 而还有一些国家,则是人少的问题。而且人口严重老龄化。中国虽然人多。但是,中国也有人口老龄化,以及出生率逐年降低的趋势。而且中国的男女比例不均衡。很多男人注定要一辈子打光棍了。 不过也有中国的单身男子,将目光转向了一些西他女多男少的国家。就比如我们附近的乌克兰这个国家。乌克兰也有人口变少。老龄化以及男女比例不均衡的问题。 乌克兰的美女很多。不少乌克兰美女,都向往来到中国谋求发展。而中国也的确有不少乌克兰美女,在中国从事摩托这类的工作。没办法。 他们的外表是真正的老天爷赏饭吃。不过在乌克兰国内。因为女多男少。所以,很多乌克兰美女,就算在美也有嫁不出去的可能性。而乌克兰美女,也有不少是想嫁给中国男性的。虽然的确有中国男性,娶了乌克兰美女。 但是,有一类乌克兰美女,是很难嫁得出去的。她们就是乌克兰的退伍女兵。乌克兰女兵言之逆天。而且一身本领。为什么反而更仇嫁呢?原来,虽然在一些女多男少的国家,女性地位是很高的。但在乌克兰,女性地位并不高。而且在乌克兰的军备中,虽然是女兵比例最高的国家。 但是就和美军部队中的女兵一样。不仅仅要经受战争的伤害。还要承受男兵的摧残。所以,她们退伍后,不仅乌克兰当地男性,很少有娶他们的。就连急需物件的中国男人,都不会娶他们。